我们结婚12年以来 我和老公之间 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孩子的问题 家庭之间的问题 就现在感觉 我们俩之间就是没有信任 然后他处于一个 无感的状态 现在过得很郁闷 如果能走下去的话 就是最好是走下去 如果实在那个什么的话 就是怎么分都可以 南方杨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我不经常在家 然后在一会儿 肯定会吵架 肯定会斗嘴 然后就是尤其是 媳妇跟婆婆在一块儿 那基本上有100个 有99个都合不来 都会斗嘴 都会吵架 其实祈求就是在一块儿 能够相处地来 不是太那么就是 就见了谁 就会仇人似的 就会你欠我多少钱似的 淡淡就好是吗 淡淡就好 包括你跟他之间 也是淡淡就好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对感情不祈求更多吗 没有 没敢祈求太多 你说你们长时间不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我因为工作在家 离家挺远 所以经常在外地 一年有多少次 有多少时间是在一起 一年有一个多月吧 多长时间了 有七八年吧 大爷 七八年的时间 每年只有一个月的相聚 而这一个月的相聚 大家还相处得不好 这种感觉一定是非常难受的 对 是认真思虑后的结果 小姑子的事情 说白了只是矛盾的导火索 根本原因就在于 她这个媳妇 没有给一脉单传的杨家添钉 尽管后来离婚的事情不了了之 但她没法安心 生怕有一天 会被杨家人扫地出门 尤其是丈夫常年在国外工作 让她更加没有安全感 当时的她 觉得孩子就是她的救命稻草 只有生下了孩子 才能够在这个家站稳脚跟 只是她想尽办法 为此做出的努力 能够换来想要的结果吗 去年在家庄里面坐栏 如果都到了这种状态 为什么还要尝试去做试管婴儿 放不下 是你的想法还是她提出来的 是我提出来的 不是她提出来的 是我逼她做的 你为什么从要离婚 转变到我们生个孩子 我是个不懂生活的人 有时候问同事 问朋友就说 你要就是两口的 要想过下去的话 你必须得找一个共同点 共同关注的点 找个交叉点的话 就是小孩 所以就是 16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是我提出来 而且也是我逼你的 对不对 我也想做 其实我还是想自己伤 因为医生没有判断 你不能伤 所以你们都是担心 如果没有的孩子的话 我们两个人可能 就会渐行渐远 真的要分开 心里上就是 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自己积极主愿的嘛 就是肯定要自己承担主要的嘛 当那个做完检查之后 就开始打针 吃药 打那种激素针 去了有多半年的时间 家里边的没有人打电话 没有说关心怎么着怎么着 没有 我说他也陪同 但是 哎呀 男的嘛 总是不愿意去 第一次没有撑 然后 就调了两个六月嘛 下了两个月 第二次一直 七八天的是必须 就是有人伺候的嘛 七八天以后 他就 就回去了 留我自己在那边 自己上买菜 自己打针 自己跑个月 第二次又没成 当时我就在医院大哭 就受了很多委屈 受了很多苦 我生理上心理上 后来他就从家里边 就特意跑到石家庄那边 就是安慰我嘛 怕我有什么短见 本来我的意思 还想再尝试一年 她的意思就不做了 几经周折 手术失败 这么多年 你的缺位 让你的妻子 成为了一个 负能量的女人 当你理解了 她的委屈 当你学会去 安抚她的委屈的时候 她的负能量 就能够从她的身上 渐渐地淡去 我也是一个 已婚的女人 我对我的先生家里人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我从不介意她说什么 因为他们说了我不好 或者埋怨了我什么 我只需要到先生那里去 埋怨一两句说 你家里人又说我了 然后我先生说 不要紧 你是跟我过日子 你不是跟她过日子 他们埋怨你什么 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人 好了 那我还在乎什么 我什么都不需要在乎 因为我的老公 就是我最大的腰杆 我还是有什么东西 让我一直在乎 我真的很想起来 我虽然我 那么再次 来我